從小在臺灣長大的廖大勝本來是建築工程師 並且有自己的建築企業 大概在30年前為了在美國開跨國的建築公司 他移民到美國並買了很多的土地 在1998年起廖大勝無意間開始了種植蔬菜水果的職業 廖大勝利用了有建築知識去打造菜園 不僅整齊也有規劃 他的菜園不僅是種植蔬菜還有很多水果 包括臺灣的青棗、木瓜、蓮霧、巴洛和火龍果等 他的種多蔬菜中臺灣的銅鶴最受歡迎 在他所有搶手的蔬菜水果中 水果的蓮霧賣得最快 顧客每年都要排隊購買 這兩年也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他指出這20年的農作中 最大困擾的就是夏季溫度太高 為了蔬菜水果生長得良好 他每天要淋水2小時 如果氣溫超過華氏100度 他要再次淋多2小時 他也透露加州最佳的灌溉時間是早上7點至9點 廖大聖最後分享 在夏季時讓蔬園休間 能降低土壤的酸性 並且為冬季種植大量蔬菜做準備